您好,我是東北醫療中心健康教育部楊姑娘。 今天,我將會向你示範如何正確使用 OMERON血壓機自我測量血壓。 打開產品包裝盒後,請先取出袖帶和電池。 接著,打開包裝盒的其餘部分, 拿出電源線和說明書。 拿出血壓機並準備安裝。 您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開啟血壓機。 其中一種方式是將電池放入血壓機背面。 另一種方式是用電源線插入牆上的電源插座, 而無需電池。 接著,將空氣管插入血壓機側面的藍色插口 以連接袖帶。 最後,使用時鐘按鈕設置日期和時間, 並使用向左和向右的箭頭,進行相應調整。 如果你在設置血壓機時遇到問題, 請到健康教育部,我們可以為你提供幫助。 在測量血壓前,請參考以下步驟以確保讀數準確。 第一,在血壓測量的30分鐘前,請避免咖啡因、香煙或其他刺激物。 第二,飯後至少等待30分鐘才測量。 第三,如有需要,請在測量血壓前,排清小便。 第四,如果你正在服用高血壓藥物,請在食藥前測量血壓。 第五,找到一個安靜的空間,令自己可以舒適地坐著,而不會分心。 當你準備測量血壓時,請先坐下休息5分鐘,然後再開始。 保持背部有支撐,雙腳平放在地面上,不要靠插雙腳。 手掌向上,肌肉放鬆,並將手掌放在平面上。 測量前,請將袖帶緊貼在裸露的上臂上,避免穿太緊的衣服。 袖帶的下邊緣,應在手掌上方的1-2厘米柱。 可以用兩個手指插入袖帶中檢查鬆緊度,並根據需要進行調整。 將常備放在與心臟相同的高度上,確保空氣管向下,並與中指對齊。 保持手掌不直,不要彎曲。 按Start鍵,開始測量。 測量期間,應保持身體放鬆,以及坐姿正確。 靜靜地坐著,望向前方。 避免交談和分心,例如看電視或手機。 進行2-3次測量,每次間隔1分鐘。 測量完成後,取低袖帶並記錄讀數。 血壓機顯示平常,將顯示3個數字。 最上面的數字是收縮壓或上壓,正常範圍為100-120。 中間數字稱之為輸了壓或下壓,正常範圍應少於80。 最後一個數字是密博或深率,正常範圍是每分鐘50-100次。 要查詢最近的讀數,請點擊屏幕右上角的筆記本按鈕, 然後使用左右箭頭來查詢以前的測量值。 值得注意的是,第一,盡量每日都在同一時間段, 測量你的血壓。你的血壓全日都會有波動, 因此最好每日測量時間保持一致。 第二,記錄你最近的血壓讀數,以及讀數的日期,以及時間, 並將這個紀錄帶去你的下一次醫生預約。 請記住,定期測量血壓可以幫你更好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。 如果你有其他疑問,請與我們健康救部門聯繫, 我們將為你提供進一步的幫助。 多謝你選擇東北醫療中心,希望這個視頻對你有所幫助。 好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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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!